效仰父母,奉死死长,死心不杀,修实善业 你们想想看,孔老夫子是不是教这个东西 诸佛菩萨是不是教这个东西 九个宗教是不是也是教的这些人 没有例外的,不是哪个人的思想 不是哪个人的主义,是从心性里面来的 自信本来具足,自信本来如是 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成佛了 成佛成的什么?恢复信德而已 你以为成佛真有所得,又无所得 不过是把信德圆满的恢复而已 确定没有一法,是从外面信德来的 那眼睛上正在说,圆满菩提为无所得 因为它是信德,信德永恒不变 你要是变,你要是改掉了 灾难就来 由此看来就不难明白 许许多多的学佛者或者开始觉悟的人 为什么能够安平乐道,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 在他们看来,寻常百姓,生活小康之足 哪里有条件过肉山九海,声色犬马的日子呢 这就等于断掉了太多造作恶业的机会 将来必然少了许多恶果报应 所以这些人是真正有福的人 而豪门险要却十分危险 纵情享乐,广造恶业 将来哪有不受恶报的可能呢 所以他们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可怜人 中国古人讲 不义之富贵,与我如浮云 视金钱如粪土 这样的人生观思想 绝不是心理安慰或者出于忌妒 而是真正的蕴含着很深的大道理在里面 是真正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最好的教育 现在的苦不算苦 生活再困苦都不算苦 来生的苦是真苦 来生到哪里去 畜生,卧鬼,地狱 这是真苦啊 我们这一生受的这个不算了 整个不算了 三个不算了 最后一生受了 这一生受的不算了 请订阅 那一生受的不算了